我就发现台湾喜剧演员 他们对应付到台湾的小粉红 有一套很成体系的应对了 但是他们好像对于 不见得是粉红的中国人 他们还没想好用什么梗 跟他们对话 就蛮有趣的 给你们放一下 我刚刚接获了一个通知 听说我们今天有中国来的观众 是不是 是你吗 我带他跟你道歉 你刚听到他跟你说 你妈的中国人 你是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操你妈台八折 你是什么感觉当下 该不会是喜欢dirty talk的朋友 好可怕 本来我猜前面那个人 说骂中国人的那个话题 很有可能是政治性的议题 或者至少跟政治有一定关联的议题 那但是他发现这个女孩的反应 跟他想的不一样 对吧 就是这个演员 台湾的脱口秀演员 他所预期的是一个 类似于粉红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当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 听到的是对中国人的辱骂的时候 他应该感到很愤怒 所以用这个侮辱性的语言去骂台湾人 这是这位这个喜剧演员所预期的 当然的确也是大多数的粉红会有的反应 但是当这个女孩 她的反应正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她说她喜欢的时候 那我明显感觉到演员 她接不起来了 那她接不起来 就是说她没办法玩 很好地接起来 她就只好就是 把她往这个脏话这边引 她意思就是说 原来你喜欢脏话 对 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 你应该 其实我特别期待 就是她如果跟这个女孩的互动 是往说 就是之前的那个关于中国人的那个方向去走 就是因为那样的话会更有趣 但是可能作为喜剧演员来讲 她没有想好一个适合的跟不是粉红的中国人互动的梗 她有可能没想好 那当然做这种互动就是完全靠着这个当时的临场反应肯定是很困难的 所以她就往她或许以前想过的这些是这些更不敏感 没有政治方向的这些去引导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或许台湾的喜剧演员可以思考一下 说你们如何 就是跟或许不那么粉红的中国人互动 那个会蛮好玩的 然后后面这一段是她是跟一个标准的一个中国粉红的互动 也很有趣 但是这个就很成熟 这个基本上你能看到就是所有在台湾的就是不亲中的演员 他们与中国粉红互动 他们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式 当中国粉红对他讲中国浙江的时候 他就握手 他以为对方屈从了那个感觉 但是结果对方没有 就是最后还是用言论审查来圆过去的 就是当他说不是大陆 是中国的时候 这个是很明确的立场 会称呼中国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是中国 我是台湾嘛 对吧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立场的一个表态 那但是就是对方一开始说中国浙江 他以为对方是屈服了 那然后他就跟他握手 结果对方跟他讲是中国台湾 的时候 那他在用监视梗 或者说是言论审查梗 习近平这个梗 然后再挽回 那最后就是欢迎来到台湾 对吧 你来到的是台湾 对吧 你来到的不是中国台湾 那这个这一套应对是蛮成熟的一套 嗯 对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特别遗憾 就是他没有跟之前的那个女生的互动 走到政治的那一个那个层面上去 那如果走到那个层面上 我觉得一定也特别精彩 嗯 或许台湾的喜剧 喜剧从业人员 喜剧演员 脱口秀人员 可以思考一下说 当你们遇到中国的疑似的 不是粉红的人 或者是反贼 甚至是 就是说很玩得开的 在政治上很放得开的 中国人的时候 你们或许可以想出来一些更漂亮的梗 但是你们也看到 就是说台湾的喜剧演员 从业人员 很多人其实是 就是其实是很明确的有表态的 就是有些人说 娱乐圈全都是舔共的 就是一些小的圈子 就像这个人 一些小的脱口秀啊 或者是就是艺人圈子 其实大家是有明确的台湾价值的 他的立场表达的是很明确的 他只是就是说 我觉得他就是没接起来 那个女孩的杠 就是蛮遗憾的 希望可以更加油 但是说不是说 就是娱乐圈都是舔共的 就是你们看到的可能是 那个很大的人物的娱乐圈 他们的确很多人舔共 但是在就是就我倒也不是说 就是在就是在基层吧 有很多娱乐圈的艺人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台湾价值是很坚定的 大家也可以支持这样的人 对吧 支持这样的有台湾本土价值的艺人 台湾人对于 小粉红 中国粉红 其实是非常非常客气 还蛮包容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 你们从这种互动也看得出来 就是哪怕就是这个中国粉红 是说中国台湾 最后大家愿意给他鼓掌 就你看到台湾人是很包容 很宽容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哪怕是一个很具有台湾价值 非常明确具有台湾价值 台湾本土意识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对于中国人 哪怕是中国粉红 也是友善而包容的 但是说 但是说他的价值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样的艺人吧 那然后也希望 他能够好好的想出一些 跟反贼互动的梗 给我们看一看 其实我好期待 他跟那个女生能够往下 就是从政治的层面再往下走 结果他拐到这个Dirty Talk去了 就蛮失望的 希望可以更加油 对于是